今天早上我跟二哥到菜市场买了点菜苗回来 大家猜一下 我小家拿的质量可是什么苗 要不是二哥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质量可是什么苗 原来它是红色的变豆苗 这个变豆苗它的产量非常的高 如果种的好 一颗变豆苗它都能爬满之家 吃都吃不忘 还买了一点冬瓜苗 种点冬瓜 到时候做冬瓜糖 还买了秋葵 还买了一点香瓜苗 到时候放暑假的时候 小兔兔跟着大宝贝一起 到地里面去采摘瓜的乐趣 想得买到位嘛 走我们去摘瓜去 我们好像还买了一点甘蔗 还买了一点甘蔗 还摘点甘蔗 你看这个菜有点腌掉了 你去拿个喷符过来喷点水 还有喷符干嘛 我嘴巴就是个大喷符 我去来喷两下 哎呦 我这个妈呀 是不是 你喷符还喷得好 什么 还不 起吧 把长麻戴上 等下又晒黑了 我本来就黑了 做农民还想白啊 别太晒黑了嘛 晒一点点黑没事嘛 晒得跟非洲人一样的 我就认不出来了嘛 哎呦 搞不动 二哥 啊 好不好会去这个不会干农活的老婆 不费 看着牛高麻达 又没力气 干不动 所以说农活要慢慢的体验 我体验三十年了 我七八十就开始干农活 你看我的手上的筋 它是一层一层的 脚也是一样的 脚你看我的脚 我脚的脱皮 哎呦 看着你这么辛苦 这么累 没办法 我真的好想帮你哦 又帮不上 你老婆没用帮不上你 你要不要换老婆 我才不换老婆 我娶到你是我的福气 我这一辈子上辈子 提了的福气啊 我干了三四十年的农活了 所以我娶媳妇是又有文化的 都都教的我 所以说培养我的小兔兔 不像我样的下次又当一个农民 所以你把小兔兔培养好了 我就特别高兴了 我帮不上你 你不嫌弃我啊 不嫌弃 我高兴 哎呀 有你这句话 我就我也自足了 我说的都是心理法 谁愿意 老婆给我吃苦的 我刚才还在冷救 我说我帮不上爱个 官能高马大 干农活也没点力气 没办法 我怕爱个心理想 他后悔的 取得最喊一个老婆 现在爱个在产钩 我来把这个甘蔗捡过去 叫老妈告诉我 把这个甘蔗剁成一堵一堵的 我也不会剁 那老妈教我 这个甘蔗必须要种下去了 再不种全部腌掉了 我也从来没种过甘蔗 也是提一次 现在问一下老妈 这个甘蔗要怎么剁 种一根好还是种两根好 一根甘蔗它不止长一根 它一根甘蔗它有发的 哦 你看那个有机肥方的多嘛 它就长得大就长得多 嗯 它一根 它发了十多根哦 嗯 一个苗 你怕一根就是长一根啊 那就不止哦 为什么 你打个比方样的结婚了 你两个二个九 哈哈 说得小豆豆嘛 咱们发 咱们发牙的 我懂了我听懂了 是不是 明白这个道理了 老妈说 我以为啊 这里只有一个一根苗 我以为就长出一根甘蔗来 老妈说 一根甘蔗不止是一根甘蔗 它旁边还会发出很多小苗出来 如果想要它长高一点 就少留起根 如果让它长得矮一点 可以多留起根 嗯 是不是这样 是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我就是盖死你嘛 搞死你嘛 等了 新牌子 老妈它这个甘蔗还能吃吗 能吃啊 可以吃 来吃甘蔗来 放下 不知道 放下啊 老妈她说 像自己跟甘蔗一样的 要砍到这个街外面来 嗯 锁住这边的水分 嗯 它原样子多一点 这个街头在这里 锁住这边的锁分 水分不会流失 嗯 好家吗 甜不甜大哥 这个甘蔗好不好吃 甜不甜 咖啡 甜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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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哪怕是吧 甜甜 还甜 这个甘蔗挺不甜 完全 是 还甜 完全 肯定是有机会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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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园甜 等一下好开心哦 以前都学会了吧 学会了 媳婦我光是看了这么多 把这个感来看一下 我开这个呀 嗯 好 这里看一下 我砍好了老妈 看一下我砍的对不对 砍的吗 砍的没好 嗯 砍的标准 老妈 生人的 老妈夸我了 是我砍的全标准 砍的很对 是 我又学会的一项新技能 大哥 我学会了 哈哈哈哈 开始 开始 甘蔗冻好了 分好冻了 我们现在去种甘蔗 走 天也黑了 本子也出来了 干净了 走走走 大哥 你不穿鞋啊大哥 可以 肥的要下窝 生羹的要回 生嘴的要吃 来 我来啦 这下你会追到我啊 我要打个手 来啦我追上你了 人家都说 女追男 隔身杀 男追女 隔身杀 你看 你看我来了 我追上来我来了 我来到我追到你了 追你快啊 对二哥很容易的 大家快一起来追 哈哈哈哈 二哥常说的一句话 以前他说 以前年年轻的时候 屁股后面很多女孩子 排着队 常对追她 都没把二哥追上 你看我 不会摧毁自己 就把二哥追到手了 你要别 这还要杀一点有机肥啊 已经换了 毁掉了 还要杀有机肥啊 杀 太多了 换这么多啊 它越肥越好啊 甘蔗 它就笔直笔直的 真的啊 又粗 这么粗一根的 那我们多撒一点 那多撒一点 下次小兔兔也咬得到 来老妈 怎么教我 我不会这么 换横的还是换树的 换横的 有两个头的就换一根啊 这样换 还要挖深一点 还要挖深一点 老妈说有双头的 可以换一根 如果是单头的 小兔就换两根 种甘蔗的时候 必须要把土 挖开来 种深一点 把甘蔗放在里面 埋土的时候 要必须要把土 压紧实 不压紧实的话 会把甘蔗 会晒干 晒死 生不活 我跟二哥计划是 把今天买的菜羊 跟甘蔗 全部种下去的 现在 天已经黑了 我们还是 甘蔗才种了一半 所以说做奴米 没有想象的 种的那么容易 几乎有时间又会腻 现在天黑了 光线也不好了 所以种菜的视频 我们就不拍了 拍出来也不好看 这支视频就分享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